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 这个社区也非常的深受 大家就是年轻的一些白领 学生 还有新移民的喜欢 所以接下来几期我会带大家深度探秘 让大家了解到这个社区它独特的魅力 那么这一期呢 文文将会带大家去一家文文自己非常喜欢 而且经常去的网红餐厅 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Rose地区的中兴小广场 它距离Rose火热站只要走路一分钟 据说这家餐厅就在附近了 Let's go 那么我们在开吃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我都点了一些啥 这三个红红的包子呢 它是麻辣鸡肉包 是这家店的招牌 来的话一定要点了 然后这三个包子是传统的肉包 菜包 还有三鲜包 另外我还点了一个凉拌黄瓜 凉拌豆腐丝 另外我还点了一个我最爱的豆浆 那么我们现在开吃吧 麻辣鸡肉包 真的特别好吃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 初恋般的感觉 这个是谁啊 周杰伦啊 看这儿 至我们终将逝去庆春 其实说实话 我们真的真的是非常喜欢这家店 所以才要把它推荐给大家 这家店呢 它不仅就是味道特别好吃 而且它交通特别方便 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时候 走路一分钟就可以走到这边来买包子了 然后一日之际再一晨嘛 早饭一定要吃好 就吃完了以后 一天都元气满满的 就是你们的小家里啊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包子店楼上的这个公寓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2013年的时候 73万买了一套两房 在2016年的时候 银行给他住价110万 然后他把套现的钱又买了别的房子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我每次来这家店呢 都会点豆浆 因为我小的时候呢 特别爱喝豆浆 我上小学的时候 学校每天早上会提供豆浆 可是初中的时候就没有了 我爸爸为了满足我的营养 也满足我的喜好 每天早上5点钟都会起来给我做豆浆 所以我每次喝到豆浆的时候 都能够就是想起我爸当年对我的孤安 然后我现在其实来澳洲也已经快八年的时间了 嗯 也经历过很多 我爸爸一直都是我最坚实的靠山 希望大家来这家店 来吃包子 喝豆浆 吃小菜的时候 也能够就是 勾起你们一些就是不同的回忆吧 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文文 喜欢文文的vlog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安家澳洲这个平台 如果想要和我个人取得联系 请扫描我们屏幕上的我的微信二维码 和我进行互动哦 还有最后一个包子 我真的要吃完吗 不能浪费的 这个是我吃的吗 我吃的 然后后来 我拿开包 然后后来就能吃完 我个人也放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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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